中午 開診的中午回家去吃飯 跟他老婆可以 然後晚上回家 他說他整整兩年耶 他整整兩年 他才能夠走出來 才能夠跟我們坐在一個桌子 同桌吃飯 所以這種 連醫生也自己會遇到這種狀況 然後自己要去慢慢的去 去紓解 要慢慢的自己走出來 所以這種心理疾病 真的是各種各樣可能都會發生 對 其實我們說 有誰喜歡亂發脾氣 一定都是當下壓力很大的時候 所以其實各國的統計應該都差不多 就是說你去調查那些 去醫院掛號的人 為什麼來掛號 百分之八十他們的原因 都是跟 所以其實壓力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的反應 如果你的反應是爆發 或者是過度的壓抑 那就會出現我們剛才講的 以上的這些狀況 而且蘇瑋剛才提到 你那個朋友 他既然是脊椎神經的專家 他這個就是要打他屁股的時候 因為這個我們在壓力的時候 尤其在提到 我們的腸胃反射的時候 他會吃到東西 會噁心反胃想吐的時候 應該在他脊椎的兩側 做一些按摩 我們中心是用針灸 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些按摩舒緩 也包括余嘉老師提的內觀 然後做一些吐氣呼 他可能就是當下有壓力了 所以他所有的專業都忘記了 可能你要回去跟你的朋友 以後分享 所有我們的內臟系統 都可以通過脊椎的兩側 來做一些放鬆 自然對這種亂發脾氣 造成我們的自律神經失調 都很有幫助的 也有一些食物是叫做快樂食物 可以幫助我們吃了之後 心情比較好的 有哪一些呢 有一些食物是吃多了 心情會越不好 像剛才邱老師說的 那些樂色食物 零食等等 但是有一些食物 是真的會吃得快樂的 是包括哪一些呢 我們的快樂食物有包括哪些呢 今天跟大家介紹 就是香蕉牛奶 其實這是很簡單 就是其實你在超市買鮮奶就可以了 香蕉加牛奶 對 因為香蕉跟牛奶本身 兩個都是一個 對我們穩定我們的心情很好的 像我們的香蕉它除了說 富含維生素B6之外 它還有我剛剛所說的色胺酸 對我們轉換成 維生… 腦清素非常的好 就是我們穩定神經的一個作用 而且它很簡單的做法 然後接下來呢 其實如果說香蕉牛奶 大家沒有果汁雞打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把它切片 然後放在牛奶裡面 像我們在吃骨片這樣吃也很好 或是你真的覺得太麻煩 你一邊吃香蕉一邊喝牛奶也可以 OK 因為其實這兩個都是對我們 維持心情好的一個很好的食物 是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蒜蓉菠菜 其實我們菠菜是富含比較多的葉酸 其實我們的葉酸也是證明說 它對於穩定我們的神經 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再來是我們的清蒸鮮魚 剛剛都是講到比較多的是 我們的營養素 這個清蒸鮮魚是剛好有研究 他們是補充在針對一些 憂鬱症的患者補充我們的DHA的部分 那只有鮮魚嗎 還是各種魚類都可以 其實只要是深海魚類都適用 深海魚 鮪魚也算嗎 鮪魚也算 然後還有我們的沙丁魚 還有那個像所謂的鮭魚等等 這些都可以 其實這些都是富含我們的DHA 其實事實已經證明說 它對於改善我們的憂鬱症患者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實驗結果有顯著的改善 就對了 對 所以以上就是簡單的 讓大家快樂的食譜 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好 邱老師有沒有什麼方法 要教你的呢 好 如果說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又不方便吃東西的話 我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我教大家一個叫做 心律呼吸法 心律呼吸法 顧名思義就是要讓你的呼吸 配合你的心跳 當然首先就要找到自己的脈搏 對不對 最常找到的地方 當然第一個就是手腕的內側 靠近大拇指的地方 第二個地方就是你的頸大動漫 不要太後面了 太後面就是肌肉了 前面一點 兩個地方都可以 好 然後數自己的心跳 好 數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每六下一數 然後呢 這六下呢 你就做一次吸氣 好 例如說吐二 三 四 五 六 莫數就好了 吸二 三 四 五 六 大概做兩分鐘到三分鐘 很多人做了之後 就發現說 我剛才在生氣什麼 因為你在做這個心律呼吸法的時候 你必須非常專注 第一個你要專注地感受你的脈搏 第二個你要鼠息 第三個你要控制你的呼吸 而且這個呼吸最好是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 所以呢 這個方法呢 我們做過一些臨床的研究發現說 對於穩定你的自律神經特別有效 因為在生氣的時候 就是交感神經太過旺盛 你做這個心律呼吸法的時候呢 你的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 就會取得一個微妙的平衡 當你身體是平靜的時候 你心裡想要生氣 其實就比較困難 就比較困難 是 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幾個方法 真的在生活當中 靈活的運用看看 搞不好真的可以 讓我們自己的情緒 得到一個很好的穩定跟抒發 接下來陳寗老師 要教我們幾個瑜伽動作 讓我們改掉這個生氣的習慣 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 陳寗老師要教我們 做三個瑜伽動作 是的 好 接下來 你們可以在自己的居家 找一個椅子 或是在上班的時候 感覺到你的整個情緒上 如果不是很好的話 你可以坐著抬頭挺胸 因為只要靠背 靠椅背 或是在我們面對牆 背靠的牆都有這個效果 曾經有位智者是這麼說的 他說每一個憤怒 背後都住著恐懼 所以當你發現說 你不斷的對同一件事情 產生憤怒的時候 其實你要處理的是 背後那個恐懼